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子的一個暴露 其實我們看到的這一次颶風 首先帶你來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當時出現在墨西哥灣 可以看到在海上的浪就非常強大 那麼尤其是在佛州這個地方 過去一些度假聖地 現在不僅沒有人潮 從棕櫚樹晃動的方式 都可以看得出來 當地的這個風災狀況有多嚴重 現在除了當局已經疏散了上百萬人 並且發出了這樣的警告之外 也有上百戶人 他們現在是面臨停電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風災 其實對佛州這個地方相當的不利 因為兩個禮拜前 海輪颶風才在這邊 拿走230人的性命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這樣的巨大災情 帶各位觀眾朋友來看到幾個 當時非常驚險的畫面 首先我們要看到 是在當時風雨襲擊的時候 在路面方面有一些變壓器 就受到了這樣子風災的影響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有遠排 這個夜空當中馬上就出現了火光 並且這樣有火光之後 整個區域就停電了 這個狀況其實在美國的颶風時 因為當地 尤其是佛州這個地方 常常有走在空中這樣的染線 所以常常只要風吹過的話 就會出現這種火光的狀況 過去幾個大颶風也有出現 不過這一次非常的頻繁 而另外我們要帶你來看到的 就是CNN的當家主播庫博 他當時也被派出去連線了 只是沒想到 在連線的這個過程當中 風力相當驚人 當時就有一個碎片直接就砸在了 他的身上 可以看到不僅是他當時被砸 尤其是他當時穿著這樣的防雨外套 眼睛都還是睜不開 可以看到出風力有多強勁 那麼鏡頭上面的這個水 也是擦了之後 又直接又出現了雨水的這個狀況 相當的嚴重 而另外這個風 如果說我們可以再從 拉遠一點的鏡頭來了解 就是墨西哥以及NASA這邊 一起大氣總署這邊合作 他們有一項計畫是要了解風災 那麼其實當時就派了小飛機 直接飛進去這個颶風眼 那麼可以看到 從當時飛機拍出去的畫面 雲層相當的厚 並且可以看到幾乎是一個 非常巨大的雲牆著這個狀況 這些狀況相當的壯觀 也讓人家了解說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颶風在地面造成威力 不過在空中來看 確實可以看得出來 大自然確實可能是在反撲 這麼多的洪水 對 其實你一邊是熱 一邊就會帶來很大的豪大雨 那這個地方 豪大雨之後造成整個洪水帶來 然後因為他們把陸基給掏空之後 加上水面暴漲 竟然就直接把這座橋給帶走了 那在黃絲公園這邊的話 也是持續的有大水去沖刷陸基 陸基不見之後 你看上面這些房子 上面這些馬路 樓長寸斷 因為它不是從上面慢慢的洗刷 它是直接把你陸基掏空 所以當有太熱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會帶來洪水 然後帶來一個熱對流 你最後就會變成這種 複合式的災難 誰都受不了 所以那個力量大到 連橋墩 橋的結構都能衝走 那你就更不要講說 在墨西哥的這個颶風的 災難現場 這一部車子 真是讓人頭皮發麻 貝羅過去來講的話 這種颶風都8月才來 但是你6月7月 竟然就產生第一個颶風 而且是4級5級 然後一路掃過來 加勒比海無一幸免 現在到了墨西哥 這個是油罐車 油罐車是幾頓重的油罐車 行走的時候竟然就被衝走 然後它的重量其實是很重的 可是洪水 砰砰砰砰 一直衝一直衝 當你衝過到一個極致點之後 整個油罐車 砰就直接走了 順著走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油罐車被衝走之後 它就變成什麼 人間凶器 整個下去之後 打到哪裡你都不知道 那這個狀況是非常的危急 另外墨西哥的暴雨 我們來看一下 藍酒廠變成游泳池了 藍酒廠你知道嗎 因為它周邊有一個橫的東西 你看像不像是雨池 當你一瞬間的這個 石雨量下到太大的時候 又沒辦法排出去 然後就直接堆積起來 那除了你這個下雨之外 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下完暴雨之後 再給你冰雹 再給你冰雹之後 像這個它會變成什麼 一個冰川 那這個冰川為什麼可怕 就是你車子 你在這個時候 你要上雪鏈也不太對 然後你要出門也不太對 就算我們覺得很危險 那我們都不要動吧 停在路邊 你一樣 你停車的車子也會被衝走 到最後這些極端氣候 讓每個人都變成了受災戶 怎麼會這樣呢 多命的9月 全球多達10個國家 短短不到半個月 洪水大爆發 為什麼 專家只指4個字 海水升溫 養出了怪獸颶風 我們看 加拿大跟美國這個現場 一秒變成了奈何橋 回頭一看 嚇死了 所以我們常講 入秋 可怕的不是秋老虎 是洪水啊 地球暖化 全球異變 現在世界可不得了了 動不動 500年級的豪雨 100年級的豪雨 好多人都嚇一跳 短短的12天當中 居然有10個國家 遇到了洪水的一個災情 包括了台灣 包括了土耳其 包括了香港 現在連加拿大都逃不過 但加拿大可 各位都知道 加拿大這個叫北地啊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談了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地圖 我們現在就是海水的溫度太高 過去呢 颱風只會生長在墨西哥灣 現在是連哈德宣灣都有了 各位知道這個地方可是北大西洋 那個地方可是過去常常有浮冰的地方耶 現在這麼大的一個颱風攻到整個加拿大來 那現在呢 對於整個加拿大來說的話 加拿大最怕的就是颱風 為什麼呢 因為颱風來第一個道路會淹水 淹水完之後整個樹木就青島 青島完峻象哥就麻煩了 因為蘇貝電系統就會被拉倒 拉倒完之後呢 目前加拿大單單沿岸 12萬人無電可用啊 你要知道 剛剛你提到加拿大 它在北地相對緯度比較高的地方 對於生長的颱風直撲而來 它相對能抵抗颱風的能力跟準備 是比較薄弱的 平時我就看不到你啊 沒想到一殺上來之後 就因為你對它陌生 結果造成的災情 慘慘慘啊 沒有錯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狀況 上個禮拜大家都說 加拿大好久沒有碰到所有的颱風了 那真的來天空是怎麼樣呢 看到那個天空可是充滿了速殺之氣喔 好多人在海邊 看到那個天空上的一個樣子 整片都是煙紅的一個天空 這個我們台灣人很熟啊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紅台梯 通常看到這種天氣 隔天各位可就慘了 一定風雨交加 那有沒有風雨交加呢 有一個追風團隊 他們就不信邪 他們就說 我們要到整個颱風眼當中去看看 結果俊翔哥一去看之後 這個跟世界末日幾乎一模一樣啊 哇你看看這個畫面 他們拍回來的真的是 閃電雷神索爾連發 沒有錯這個就是又是閃電又是雷鳴的 跟整個我們這邊的颱風不一樣喔 我們的颱風也因為中間已經拉成真空了 所以它中間的天氣是變好的 但是以颱風來說 它的溫差跟風差會非常非常大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幾乎伸手不見無恥 完全就通通是閃電喔 但這個時候呢 加拿大的人有些人說 我還是要生活啊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畫面喔 有一個畫面是 民眾 他就沿著海岸在開車 第一個 那個雨刷快到都已經看不到前方喔 結果沿路走 沿路走 你看看這個打殺的這個浪多高啊 沒有錯 浪沿路就這樣一直追 一直追一直追喔 他就沿路這樣開 他都想說差一點 他整台車都給海浪給吞沒了 目前來看這個颱風不但超級大 而且對於整個加拿大的影響也特別特別的多 好我們現在看到還是車上 如果你已經覺得這個實在是萬分緊繃 我們再跟著這個直播主 他直接站在浪前 他告訴你這個颱風直接拍打上岸的這個風 這個浪這個泡沫有多麼要把人吞掉 我們來看這個直播主喔 這個直播主直接前往海邊之後呢 他就說跟各位說說現在海邊的一個浪有多大 就像個貓膩在那個泡泡當中啊 那個海浪就是沿路一直撲打一直撲打完之後 那個整個海浪都已經細緻化了 所以呢沿路就有很多這個泡泡 但重點是你看這個直播主喔 這個直播主看起來是非常深強體狀的 你有沒有發現他幾乎連站都快站不住 各位就可以知道這個風雨有多大了 所以你今天如果沒有跟浪距離這麼近 沒有把那些泡沫帶上岸 見到你淹沒你你真的不知道 威力這麼強勁 而且有很多的人他們就在家裡面說 這就是我們前面家的道路啊 郡向哥現在道路都不成道路啦 這次的里伊的一個颱風呢 給加拿大的南岸帶來了非常大的一個洪水喔 好多人 郡向哥這個是在家裡面拍的呢 他就是站在他們家的門廊當中 他就發現那個水源源不斷的一直灌進來 一直灌進來一直灌進來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個不是房子 這個是船 但請各位注意喔 這個就是在他們家的一個門廊當中 但現在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通常呢 颶風來了 一開始下雨 下雨之後產生洪水 最常出現的是什麼 各位 就是天坑 而且天坑呢非常的恐怖 我們來看這個天坑 這個天坑呢 只要來仔細的看一下 各位你看一下 整個房子啊 它是先天坑 水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灌下去之後 郡向哥速先下去了 後面連房子 砰的一下 整個地基全部掏空完之後 整個房子就被帶下去了 這個就是在整個現在加拿大的一個狀況啊 你怎麼能夠想像 加拿大居然會有這個畫面 這個要嘛在台灣的山裡面 要嘛在日本的山邊 要嘛在緯度比較低 常常會有熱帶去水會有颱風的 我們的周遭 加拿大耶 天候在變 海水在增溫 養大的巨獸 一個又一個的過去 我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天坑不斷不斷的掏空這個地基 房子裡還有人嗎 這個房子裡面有沒有人 目前要不要收救 這個我們等到加拿大當邊再來做回答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畫面也是駕駛人了 生活總是要過嘛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有一個人他就開著車 哇你看這個橋 硬要過這個橋樑喔 前面還有一台貨車 晃晃悠悠的先過去了 是 駿像哥恐怖是在後面 他現在已經過去了對不對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油門吹下去 後面的捕捉的一個鏡頭 讓大家給嚇一跳 是 當這些人冒險的越過這一條橋之後 請各位注意喔 浪的一下 橋的另外一端 整個懸空掏空完 就斷了下去 整個倒塌掉了 所以我剛剛看到前進的是他 前面的行車紀錄器 現在過了那個橋 往回一拍是現在這個鏡頭 哇我差一秒鐘 這座橋就變成了奈何橋啊 沒有錯 這個就是千鈞一法啊 真的是過去就過去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橋面 跟這個整個洪水漲上來 幾乎完全高過那個橋面 你不過怎麼辦 這就是一個山區 如果這是唯一進出的道路 你不想受困在那裡 你居然要跟他賭一把欸 這個變奈何橋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仔細去看 怎麼會雨倒到那個地步呢 通常橋樑的一個設計 會有一個所謂的 最高的一個制高點 我這個地方雨量到哪邊 我一定會比他的相對雨量 還要再高一點 可是現在動不動雨下下來 就是非常的一個驚人 通常都超過了河流的承載量 也超過了整個橋樑的一個承載量 所以還好這個人福大命大 不然他差一點命可就沒啦 那我們再來看喔 剛剛跟各位說 短短的12天當中 全球有10個國家是在狂煙的對不對 剛剛跟各位說的是 到整個加拿大這一塊 我們現在呢 鏡頭一轉 我們來看到西班牙的一個沿岸喔 西班牙最近呢 也在下大雨 那西班牙下大雨 下這個雨呢 真的是到誇張了 為什麼呢 俊向哥這個沒有發什麼好雨特報喔 沒有什麼颶風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一般的下雨喔 怎麼會這樣 你剛剛講到的就是 我今天最害怕的地方 我們現在北部也開始下雨了喔 是 我們看到黑暈 我來心裡就要怕 為什麼 這個雨一下下來 動不動就是這種 世紀洪水等級 沒有錯 很多人到過西班牙到過南法都知道 他們最出名的叫做露天的咖啡廳 還有什麼呢 還有所謂的地中海的風情 大家都會在街道上吃點小東西 吃點喝點酒等等的 但俊向哥 這個雨下來 先說喔 這個不是所謂的大好雨喔 這是一般的下雨而已 怎麼把你的身材器具 把那些鍋碗飄盆椅子 全部都沖走了 喀啦喀啦喀啦 全部都流走了 所以在南歐 沒有放鬆你講的閒事 放鬆的風情 只有致命追殺的極端天氣的恐懼耶 洪水過後那個水太大了 所以呢這個車子呢 他後面想一想 我一定要脫困啊 那我一定要脫困 可是你也要脫得了困啊 他車子呢各位 他就沿路殺 試著要衝出洪水 你看他左邊的車門 飄過了那是什麼 桌子啊哪來的 沒有錯 那個旁邊就是一個桌子喔 可是呢現在呢 第一個桌椅成的飄飄船了 那個車子困在水中現在進退不得 打右邊 對他本來是想要硬衝衝過去 趕快打右邊 可是突然間發現水勢太強了 那水勢太強現在呢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要倒退 還是被水給衝退的 因為剛才他要試圖的往前衝 一直擠一直擠對不對 俊向哥擠不過去困在水中 目前的狀況是進退不得啊 要命的九月哪來的秋高氣爽 不怕秋老虎 就怕秋天的洪水啊 沒有錯 因為我們剛好跟各位說 全世界都在洪水當中 而這次當中最辛苦的 就是北非的一個利比亞了 利比亞到整個這個週末 根據官方的死亡人數 已經標破了一萬一千三百個人了 但俊向哥 這個是官方說的 現在單單失蹤的人超過兩萬 當地好多各國的大媒體 衝進去之後 你知道第一件事幹嘛嗎 幹嘛 先發口罩 整個城市充滿了整個絲湊之氣 好多人說 這個地方過去是度假勝地的啊 綠油油的一個田野 變成了完全是所謂的 繡紅色的一個湖泊 這個該要怎麼辦呢 為什麼會變成了 紅色 暗紅色的整個水岸呢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到一件事情 現在整個利比亞 城市完全弥漫著整個死亡的一個氣息 那個海灘喔 單單兩個小時 衝回來的屍體 就高達兩百巨以上 重點是在 利比亞長年之來 他們第一個他們是軍政府 所以長期都在內戰當中 很多地方公共工程沒有維護 但剛有跟各位說 這次雨就下得很大 雨下得很大的時候呢 利比亞兩座水庫 蹦的一下 潰堤了 潰堤完之後呢 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浩劫 但重點是大家回頭一看 幾件事情太可怕了 第一個 水庫從2002年開始 他們就沒有維護系統了 然後再來 他們目前整個水庫崩塌完之後呢 他們也沒有警報系統 所以民眾呢 是在睡夢當中突然間看到水來了 根本擋不住啊 好 我們看到了短短的時間之內 首都四分之一都毀掉 都泡在水裡 請導播給我們看那個 衛星空拍的鏡頭 你就會發現 水退了更要命 你看到了 城市消失居然這麼可怕 黃澄澄的爛泥巴 這個是之前 這個是之後 你會知道 這一波的洪水 兩座的水庫坍塌 如何滅絕了整個首都啊 但怎麼會造成這麼嚴重的結果 這次呢 以利比亞來說的話 它位置位置在北非喔 所以北非過去 它是一個乾燥的一個氣候 長期夏天都很乾燥 所以他們那個水 那個泥土的地板聚傳呢 跟整個柏油一樣的一個堅硬 所以俊湘哥 第一個麻煩 雨下下來之後 那個水滲流滲不下去 然後再來 水庫不是潰堤了嗎 潰堤之後 一下子的水出來之後呢 第一個 沒有警報系統 沒有預警系統 水直接沖到整個村莊去之後 就把利比亞現在衝得東倒西歪的 現在好多的外地那種 駐外的一個記者 到了當地之後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但俊湘哥 更大的一個麻煩 聯合國現在的物資要開進去對不對 港口沒有辦法打開 所以現在利比亞 宛如是人間地獄一般啊 再來這一段給大家看到真的 插馬海撩撩啊 日本才摩拳擦掌要大搶觀光財 極端天氣卻讓東京成了最悲慘的風景 只是一場雨耶 居然變成了東京大轟炸 說到底 專家說 這是因為海水增溫 一步一步讓天候越來越劇烈 養大了怪獸般等級的颶風 我們就來看 美國跟加拿大 哪有秋高氣爽的性質 這裡你只看得到 人間戀利 是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心有七七言 為什麼 因為最近呢去日本觀光呢 你會發現 看到這個亞洲人都大概是外國人 其實三個裡面可能就有兩個是台灣的 是 非常多的台灣人喜歡去日本觀光 所以也讓他們的經濟成長到 GDP可能遇過 今年可以6%耶 還加上一些出口汽車 所以代表什麼 觀光很火弱嘛 對 都已經脫離疫情人一買 而且都回來了 但在這個捷舞點上 偏偏遇上了天災 這個天災是什麼 來各位看到 包括最近下這個雷雨 這個新宿站過去已經曾經發生過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結果呢就在這個週末 又再次發生了 裡面呢在車站裡頭 像是瀑布一樣 到處都在漏水 讓著工作人員急忙著 不斷地把月台的水 往整個軌道裡面去送 為什麼 怕積水怕有人滑倒跌倒 但不只是如此 鏡頭轉道呢 位在東京的街頭上 發生得更奇景 各位 這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藝術造景 還是什麼歐洲庭園 沒有不是啦 是人孔蓋 人孔蓋呢 竟然硬生生 因為水壓太大 變成了噴泉 所以你看到 路過的民眾呢 甚至大家都習以為堂 為什麼 因為顯然這個氣候 下大雨 出現這個狀況 已經是什麼 見怪不怪了 所以還有人就在這個 水柱旁邊很淡定的等車 但是外地人看到會覺得什麼 嚇死了 怎麼會有這麼樣的好大雨 這是代表什麼 在地底下整個排水道 你看到那個水啊 洪水到底有多猛爆 可以把這麼重的這個孔蓋 整個你看 哇太可怕了 這個像什麼 像是瀑布一樣 欸 原本這應該是整個 是東京的一個階梯 結果呢 因為它整個樓層 比較巨大的關係 結果現在像什麼 像是瀑布一樣 不斷的水流就往下 那我躲在室內 走安全了吧 我又沒有在戶外 爬爬燥 結果也不行 大家看到這是位在東京的便利商店 結果呢 原本這些民眾 都躲在室內 結果 狂風暴雨 照樣把裡面 商店裡面的東西 通通給吹翻 欸 雨 我們今天看到的整個 東京的不同的視角 TEMP風開耶 這就是下一場雨 刮一陣風 搞得真的就是 大災難當前耶 所以我們要再跟各位觀眾講 強調意思 這是極端氣候而已 所以代表 這個可能是 東京他們每天都會遇到的日常 但另外一個奇景 就真的危險呢 是什麼 沒有人民眾看到說 欸 原本有這個足球場 結果沒想到呢 突然這個 狂風暴雨來 哇 整個鷹架工地 一身倒塌 你看 這個像什麼 這個像地震一樣啊 嚇死人 你就知道 這個風勢有多強 整個狂風造成東京 非常嚴重的重創 為什麼我講說 這個九月份才短短 過一半多一點而已 你沒有秋涼氣爽的感覺 你看到的只有災難 不只日本 好多個國家 雨一來 立刻演給你看 印尼更可怕 對 但是一般人遇到災難 第一時間反應什麼 像居然哥 像我跟你對不對 你是趕快跑嘛 趕快逃 但不是 印尼有一個YouTuber是 往災難現場中 你看他現場呢 還笑得非常開心 然後拿著一個自拍棒 甚至水流來的時候 仔細看喔 他不像是滑島 反而是感覺人 故意直接往水後方倒 而且在全程過程當中 他還特別穿了救生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便在泥沙裡面 他反而最在乎的是什麼 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而是說我這個棒得拿緊 但我們講的是水 同時發生在印尼 叫做水深火熱 火也很熱 他在一個印尼的火山區域 竟然傳出所謂的火龍卷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就是因為整個極端氣溫過度的高溫 所以導致整個對流太旺盛狀況下 才會跑出這樣子一個異常的現象 雨萱剛剛提到了 水溫越來越高 養大了 養猛了 養成了巨瘦等級的颶風 現在從緬因州一路向北攻上去 連加拿大 美國連成一氣 到處都是災難現場 是 美國現在整個北美地區 其實不只局限在美國 頻頻受到颶風的侵擾 你想 過去哪有這麼多颶風 但沒辦法 現在就來一來 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多可怕 它是原本有大量的洪水 結果洪水先是把地基掏空 把整個街道給掏空之後 旁邊的房子 就是因為這樣 硬身倒下 直接掉入到坑裡面 這個已經不是天坑等級了 災現場顯像還生 但與此同時 來看另外一個地點 則是有人非常的勇敢 你看 這個巴士 原本洪水已經夠大了 但它還是想要強行通過 最後的下場 也是難敵大自然的威力 直接被水流給 衝倒 最後只能隨波逐流 而鏡頭轉到室內 同樣有發生災集 位在亞特蘭大學 有一個學生宿舍 原本學生想說 走出門發生什麼狀況 結果沒想到整個走廊 都是淤金泥沙爛泥 甚至你看 推不出去了耶 對 連這個門呢 因為水它有水壓嘛 顯然它導致整個推力 它可能壓力過強 門想開也沒辦法開 還好說沒有造成太大的 傷亡跟狀況 而鏡頭呢不只是在北美洲 轉到歐洲也一樣 會在西班牙 各位你看到 這是什麼 紙不是紙房子耶 這房子像紙一樣被風 吹了又吹 直接給吹跨 甚至就連街道上 一樣嚇著暴雨 像是河流一樣 到底哪裡是陸地 哪裡是靠岸的地方 還是說全部變成一片汪洋 這也是西班牙出現的狀況 準備度週末 房台要做好 我們看到了 蘇拉颱風剛走 海葵準備 在海上吸飽了水氣 增強為中台 路徑呢 現在不斷地往南修正 估計可能會在宜蘭花蓮之間登陸 恐怕會變成四年來 第一個登台的颱風 從現在開始 整個週休二日 整個台中以北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要來看到 上一個剛剛離開的蘇拉颱風 正搶襲香港 最挖的居然是深圳 為什麼呢 就怕十年前的怪獸等級的天吐颱風 撤離65萬人那個惡夢 再一次捲土重來 要知道 現在腳底下沒有一寸土地 承受得起這麼強的風雨啊 是 目前海葵颱風呢 它的暴風圈範圍 如果要籠罩全台 影響最距的時間 很可能會落在週日跟週一 所以呢 週一是有可能機會放到颱風架的 但是就像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四年沒有颱風登陸 所以它一來就是破紀錄 大家一定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有可能在義花地區登陸 一旦登陸之後 不知它最後是西北台還是傳新台 但是有一點可以證明 如果它經過台灣上空的時候 它的速度很可能會變得更慢 影響就會加劇 那麼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我們自明天晚上 也就是我們9月2號禮拜六晚上開始 就可能會感受到大範圍的劇烈降雨 那麼一定要嚴防這些 我們所說的河水倒灌 將你水門外的車趕快移動 那麼蘇拉颱風從台灣的南端插身而過之後 它並沒有與台灣的陸地碰撞 這不是好事 因為這代表它的威力並沒有被減弱 反而在巴士海峽那邊吸飽了水汽 現在直往香港殺去 所以現在香港以南100公里 很可能會被蘇拉颱風在禮拜六的時候掠過 他們現在那邊如臨大敵 因為是12級的颶風 透過衛星圖 你會看到這個颱風眼牆 真是看了嚇人啊 因為香港也好一陣子 沒有遇到這麼強烈的颶風了 這樣的級數 這樣的眼牆 是有辦法在一瞬間 就把香港陸地上的樹木 還有木屋通通掃為碎片 好 我們請導播來給我們看看 蘇拉颱風 剛中博說 只是掃過台灣沒有登陸喔 你看到 剛好遇到了整個滿潮大潮 南部這個天氣 突破流後給你淹大水 為什麼 那個大潮整個淹上來 特別是超級藍月就在這幾天 這麼多的一個天候因素 假擠之下 一樣成災 是 回過頭來我們就講到了 現在他已經直奔 香港而去 香港今天是都颱風 嚴陣借貝喔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香港 準備颱風 防備颱風 我不意外 真正在剉的居然是 以水之隔的福建 還有深圳 他們在怕什麼呢 怕淹大水喔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台灣自己南部都淹成這樣 那現在你往香港那裡去 其實嚴格來說 是往整個中國的南部沿海 包括廣東福建等地區喔 現在福建已經開始如臨大敵 在畫面當中 你看到 哇 滿滿的消防車 在福建的街道呼嘯而過 消防人員全員待命 其實我剛才說的蘇拉 還沒有開始少過雨登陸 它只是在外圍 他們就開始待命 六萬人喔 如臨大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怕 這個蘇拉颱風 有幾種機會 就是第一 要嘛就是從深圳那邊 插遍而過 要嘛就是在深圳的 這個附近登陸等等 好 那不管它登不登陸 外圍環流就已經造成了 我帶鏡頭大家去看 這是在廣東 廣東的巨浪啊 我跟各位說啊 其實有時候這些 外圍環流所演發出來的風力 也是非常嚇人的 這巨浪簡直 它大到什麼 你沒有看到 眼尖的觀眾朋友 魚都跟著噴上來了 市民在那裡撿魚啊 這個真的很危險啊 所以那個魚根本 本來悠遊的在海裡面 你居然把我送到岸上去了 沒有辦法 樹米高的巨浪 浪太大了 好 那我們講了 看完了海 我帶大家去看天空 天空這個感覺 一片是什麼 而且我還看到有東西在動 好 烏雲密布這不多說 在動的是鳥 鳥啊 鳥在逃命啊 天空的大量鳥群 通通都在逃命 你看蘇拉颱風外圍 包括廣東 包括福建 包括香港 但是剛剛講到影響最巨的 為何會是深圳 因為我剛才說了 它很可能如果真要插邊 或登陸都是在深圳這邊 一蹶高下 所以呢 深圳的人就想到了 當初2013年 我們不是很 出現了一個很 令大家害怕的颱風 叫天兔嗎 這天兔颱風 從當時在2013年經過深圳 造成深圳有65萬人撤離 近兩萬間房屋倒塌 為什麼 因為深圳當地的氣象單位就說 這個 如果颱風經過了深圳這邊 它會有個特性 就是它強度強 範圍小 但它移動慢 它又不趕快走 怕就怕你動得慢 如果牙一咬 你過去就過去了 結果在這個地方 你等於對我凌遲 是 那如果蘇拉真如當初天兔的話 他們認為 表面上蘇拉是中台 但是當地人已經都用 超級颱風來稱呼它 因為當初的天兔 對於廣東的汕頭汕尾 揭揚十一個城市 是千萬人受災 房屋七萬一千千損壞 那一次的經濟損失 208億人民幣 他們都覺得膽戰心驚 我們在關注颱風 在這個地方 發如一般的連發 而在千里之外 萬里之外 地球另外一段的美國 正在招逢百年來 最恐怖的 世紀颶風 哇這個天氣 到底怎麼了 是 125年來 為何會是一個 讓他們 文字色變的 意大利亞颶風 其實呢 雖然它並不是 多麼高級數的颶風 但是它怎麼威力這麼強 等一下來跟大家講 原因是因為 這意大利亞當時 在8月30號前後 掃過佛羅里達州的時候 它短短一天24小時 它就造成它的風速時速 增加了88公里 它最高時速來到了205公里 在佛州所造成的水淹的 街道的深度高達5公尺 好 那席捲佛州 它速度變快 它還被人發現 它的潛在破壞力也增加了40%到50% 我帶大家去看 佛州有人拍到了這段景象 這段景象可怕的是 它們用一句話形容 它說 那個海水是要把我們的橋 給吃掉了嗎 這是一座橋 這個地方看清楚了 左右兩邊都是海水 眼前的這是一座好幾車道的跨海大橋 它怎麼了嗎 好 這塊海大橋呢 叫霍蘭法蘭克蘭加大橋 它就講 它說那個海水從右邊看 像是爬上來一樣 從另外一端看 像是要把橋吃掉 我比較佩服的是 那些老百姓 臨危不亂 還敢開車經過 好 但講到臨危不亂 這個畫面才讓我覺得很恐怖 說有這個飛行員 他當時在駕駛商 他說你看我左邊的駕駛商 擋風波離開了好多閃電 右邊沒有嗎 他說右邊更多 這個閃電劈啪啦的這種 完全好像小說中波斯基各身 把天雷都偷來的感覺 這個畫面我們知道 應該是颶風即將抵達的時候 空軍基地也要趕快移防 飛機要趕快後撤 對 後撤一升空不得了 這個雲的下面在下大雨淹大水 雲的上面居然是這個景象 是 飛行員當時在後撤 擋風波離就看到了 這樣啪啪啪啪 而且是這閃電光螢幕畫面 看起來就至少十幾道 但他竟然說不要慌張 好 來 因為科學原理是 大氣帶電 這是正常的天氣氣象 只要是在颶風來臨的時候 都會這樣 好 但颶風來還有什麼樣的科學現象 就是龍捲風會變多 而且變大 第一個我給大家看這個龍捲風 你有沒有發現 否則有颶風就算 還龍捲風 這個龍捲風真的是有夠大尾 而且他直衝你而來 這個老百姓一定之前 他是已經接獲了龍捲風警報 所以他遠遠的拍 等一下一定是去逃命 但我播第二個龍捲風畫面給你看 你是得馬上逃命 因為他席捲之處 所有地面上的東西 包括電線桿全被他捲上來 電線桿一捲上來 還帶電就會什麼短路 所以你看 一直在爆炸 那可沒有擋風玻璃幫你擋著啊 這個龍捲風帶電的 一路這樣過來的話 席捲之處 絕對災民會無意滲滅 從今天晚上 週末跟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百年難得一見的颶風 正在襲擊美國 我們靠近一點 進駐了家戶 進駐了馬路邊 你才會知道死神 原來靠得這麼近啊 所以我才說啊 一定要想辦法避免逃 不然就無意避免的 連電動車都遭殃 這一戶的居民說 這水有多深 我看不是說五公尺嗎 所以他端上還算幸運的 這大概兩公尺而已 但他的車就泡湯了 而且我隱約中還聽到 他似乎苦衷作樂的在那邊 撥水 就為了拍這一幕 你看他直接把 就是潛水下去拍 對 潛水下去拍 那車都變這樣了 那充電樁更是接地的充電樁 一定完蛋了 好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水鄉哲果 也就是這樣 真的是一個代表性的畫面 但至少還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這戶人 他就說我就差點一命嗚呼 因為他才正要出門 就是死神插邊 因為他本來要往前走的 那還好他不就停下腳步 剛好速倒 所以要多大的力量可以在眼前 折凹折斷的這麼巨大的一棵樹 那個力量大到什麼程度來看 下面這一段畫面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power 有看過電影天遙地動嗎 你看看這不過就是我們所說的 在郵輪上面的主觀畫面 主觀視角拍到 欸 郵輪耶 那都是多大的頓數 你可以把這麼巨大的巨霸晃成這樣 在大海上面 他還沒靠港喔 在那裡晃啊晃 拍攝者是個船員 他說我自己都習慣了走這個 逃海之人都要吐了 可見那個搖擺的過程有多麼的劇烈 而且如果你看到了 意大利亞颶風在佛州這樣子的慘況 海魁颱風來臨之前 台灣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提早研發 準備做週末了 但是防台要做好 觀眾朋友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四年來第一個穿台 穿新台可能真的要來了 海魁颱風 在海上吸飽了水氣 正直撲北台灣而來 估計可能在宜蘭 花蓮之間登陸 四年來首個穿新台 真的會發生嗎 現在開始 到整個週休二日 台中以北 都不能掉以輕心 上一個蘇利颱風強襲香港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東南沿海 挫了蛋 為什麼沒有一寸土地 現在承受得起這麼強的風雨啊 是居然跟沒有錯 我現在整個太平洋 這邊叫做三台共舞 而對於台灣來講 首當其中最嚴重的 可能就是海魁 原本海魁規劃的路徑 還預計說 有可能是從北台灣的 這個北部穿過 結果沒有想到路徑 一直難言一直難言 現在很有可能 直接從花蓮登陸 成為四年以來 首度一個穿新台 而且各位注意了 即將一想的時間 非常的快 就會在週六週日 可能就會抵達 所以大家要趕緊 把這個防台準備做好 因為現在預計 包括北北紀 宜化東都發出警戒 尤其是整個北台灣的地方 會有豪雨警報 你看這個顏色 它設計雨量 好恐怖喔 而且都座落在山區 所以很有可能 會有相關的一些災害出現 不過在颱風來之前 這個我們講 禍不擔心 南部地區 因為剛好遇到這次的天文大草 也就是太陽跟月亮 連成一條線 導致引力加強 所以在這個高屏地區 尤其是奇境這個地方 海水已經倒灌了連續三天了 就算沒有下雨 還是各位看到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由於呢 它海水不斷地在倒灌 但是呢 每年過去從2018年到這一次的 2013年到 只要到了這種天文大草的情況 每次高雄都遇到這種狀況 大家現在擔心的是 如果說海水倒灌 剛好又遇上海葵颱風 直接撞進來 那這個不就是 災上加災 大家該去怎麼辦 不過現在不只是台灣這邊 需要擔憂 在南部比較偏南邊的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叫蘇拉颱風 即將直接往香港 港澳這個地方直撲 所以他們現在擔憂說 過去這個杜蘇淚颱風 才造成整個中國 大家看到遍地災情 土石流山坡滑落滑落 淹水了淹水 結果現在都還沒有整備完 家園都還沒有清理乾淨 馬上又要再來一個蘇拉 會不會造成很嚴重的狀況 因為香港呢 其實過去曾經在2018年的時候 遇到一個颱風 叫山竹 來 各位你看看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山竹颱風 當時造成的災害 整個強風豪雨 吹到連路人倒都站不住 整個人往前飛了兩三公尺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風力 是就連汽車 是大型建築物 你看喔 整個工地上高樓大廈 鷹架都硬聲就被吹倒 所以香港害怕說 如果到時候再發生這種情況怎麼辦 所以現在 為了要避免這個災害再度發生 蘇拉颱風來襲 所以呢 把所有全香港地方都要求要停工 我為什麼會去講說 他們整個東南沿海都嚴密戒備 這個蘇拉颱風 會不會直接鋪向中國 因為 再沒有一寸土地承受得起這麼強的風雨 風太就還沒來 下雨下沉這樣啊 對 因為現在大陸各地 極端氣候的關係 溫度過高 所以到處都是強項雨對流 我們把鏡頭轉到所謂的廣東的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 喂 這個是什麼 煙大水啊 所以整個汽車啊 人啊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甚至傳出一個很可怕的消息 有人開車開在路上 就一家四口 因為水流過於湍急 直接從路上一路的被帶到河裡面 雨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廣東的災情 這個跟颱風沒有關係 這就是雨下的大就變這樣 完全沒有關係 這只是強降雨對流雨 我們必須要再度強調 而且就已經產生所謂的人命喪失 這樣不幸的意外事件發生 那你說未來蘇拉直步驟該怎麼辦 那鏡頭轉到四川也一樣 即便它再稍微再更內地一點 就一樣發生一個狀況 說你看土石流 泥石流 這叫什麼 山洪啊 已經整個山體滑落 你看大家都站在高處 遠遠往低處看 嚇得不行 而且當時來的發生 其實也是有人命上升 適死 四十八失蹤 結果他們發生一個非常離譜的事 隔了九天才通報 隔了九天才把災情公布 都出人命了 連那個車子載服載程裡面有沒有人啊 居然這麼大的事情 你可以拖九天 對 而且九天之後 還有四十八個失蹤 代表根本找不到 所以習近平相當正度說 要查 要辦 相關的四個官員 通通嚴厲的懲處 但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是什麼 大陸的情況 這個東南亞這邊的情況 但不只是如此 包括現在在北美洲 也遇到了同樣的災難 這個叫什麼 颶風意大利亞 過去我們講 意大利亞 因為當地的海水溫度 一般來講多少 27度 但它上升28 29 30 31 32度 海水在沸騰了 海水在沸騰了 海水在沸騰 它變成是颶風最好的制度餐 最好的buffet 無限的把熱量從裡面一直吸收 所以一夜之間升到四級 把它嚇死了 而且它直擊就直接撞到哪裡 直接就要往佛羅里達去 所以它現在登陸之後 大家看喔 風速高了200公里 你看一下那個畫面 那個停車場的畫面 嚇死了 本來是一個好端端的加油站 結果加油站是包括連油槽 連頂棚 硬生的 都被直接給 所以來各位看畫面 直接吹到了 就連我們講那個加油站的安全道 一樣喔 是整個連根拔旗會吹的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 而且不只是加油站 就連路上開的汽車 也難以倖免 Holy你看 天啊 Holy 它前面的車子 直接被風給吹翻了 這個幾公噸重的這個車子 它是剛是鐵做的 吹得跟火柴盒一樣 而且旁邊那台車根本天外飛來很厚 吹一吹你看 它前面那台車還直接一看 往右撞到另外一台車啊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 但是我跟你講 美國人就是這樣 冒險氾濫精神 還是有人不怕死 就是會要衝流量 有一個YouTuber呢 就特別跑去拍這個 意大利亞颱風 你看 什麼都會飛過來 蹦 還好是指啊 它被忽了一巴掌耶 對啊 但它還很高興啊 所以你有沒有拍到 你有沒有拍到 這個鏡頭太好了 還跟它的夥伴慶祝 今天如果飛過來是鐵片 或者是塑膠 只要稍微再硬一點的東西 因為這個看起來很像是 什麼吃的東西啊 披薩盒之類的 所以它才安然無恙 你知道還是有這種人 但不只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加油站啊 汽車 連鐵皮屋 這個像什麼 美國也不需要紙房子 這像紙房子一樣啊 掀起來了 一個房子 一個房子 而且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任何抵擋能力 一動一動的 像是植物一樣 就這樣被摧飛 那你說房子被摧飛 同時樹木也被摧飛 有一個民眾呢 就在他家門前 看著他們家門的樹 一直被摧一直被摧一直被摧 哇 之前被折斷了 不是連根拔起耶 是鋒利強盜被折斷 同時呢 但是還是有民眾呢 這個想要冒險犯難 看著這個大水當中呢 硬要騎腳踏車往前騎 你看啦 這玻璃導演說民眾 騎啊騎啊騎 一開始還有辦法踏步 可以當作重量訓練 畢竟水的阻力比較高 欸 為什麼突然停下來了 為什麼突然停下來了 因為浮動了 武力太強 是 整個人跟車子都浮起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 即將要週休二日 我們在防台大戒備 地球的剛好的另外一端 美國是颶風 這個颶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淹水 是刮風 你知道 連空軍的機場的戰機 都要緊急轉進別的機場 趕快躲颶風 等到一升空 嚇死人 你看 這些戰機的飛行員 他們看到什麼了 看到一個罕見的物理現象 他們把它形容叫做 聖愛摩爾之火 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的機身呢 竟然跟這個大氣 因為電位差過強 產生這個導電的現象 各位你看到 這個閃電不是在它面前 是圍繞它的機身 就在放電耶 像是這種超強力靜電一樣 所以他們講這個狀況真的很罕見 但你說聖愛摩爾之火 好難懂喔 我跟各位講 中國台灣這邊 我們也有一句話 叫做媽舟會 媽舟會 以前人家航海啊 行船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這種 在傳感啊什麼 看到說 怎麼會有靜電 怎麼會有那個光 好像發爐一般的閃電耶 對 但其實這個喔 它並沒有太多的高溫 所以其實沒有高度的危險性 是 它只是一種很罕見的物理現象 也在這個佛羅里達中 出現了強烈的龍九門 各位你看 喂 它是直衝著那個房子而來耶 你看 所到之處行經都把所有東西給破壞掉 所以大家講是太恐怖了 然後呢 你就連到海邊玩 也遇到一樣狀況 欸 原本佛羅里達州大家知道 最喜歡去海灘 曬曬太陽啊 穿穿比基尼啊 結果莫名其妙在海上 也出現了水龍捲 下面的遊客 有些人呢 還有這個 處變不驚 然後默默的看著它 有些人呢 就趕快往沙灘內部跑 就是怕被掃到 整個極端氣候 已經對全球 不只是台灣造成嚴重影響 今天是非比尋常的一日 觀眾朋友為什麼 三顆颱風在台灣的門外共舞 而今天晚上升起的這顆月亮 是超級藍月 加上你看到的百年大潮 當這一些都湊在一起 預告怎麼樣的山與御來 我再給大家看一段畫面 地球的另一端 百年世紀颶風 正從墨西哥灣 一步一步逼近美國 極端天氣緊掐人類生命線 我們如何全線被占中 沒錯 這些蘇拉颱風 幸好沒有進到台灣 它是擦邊球 可是呢 我們從今天的新聞看出來 屏東 台南 高雄 嘉義 多處已經有嚴重積水 特別在台南 那個水就直接是像瀑布一樣 那這個狀況很嚴重 但是我們知道蘇拉颱風 已經在明天就會離開台灣了 所以這個是在南部的事情 可能到此告一個段落 可是大家比較擔心的是海葵 因為海葵的線 已經經過琉球半島了 已經往台灣東北方來進行了 好 最快的時間呢 在明天下午的時候呢 就會非常逼近到北台灣 那我們看這個 整個海葵的颱風結構呢 非常完整 它可能加在大雨 那正好狀況這樣子 其實你不是在北部 你以為這個雨不會到你嗎 沒有 因為北有這個 北有所謂 北有這個海葵 南有蘇拉 所以我們整個台灣呢 騎士桶造在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一個氣候 所以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如果氣象舉行說了 沒事 待在家裡 那不要去山上跟海邊 因為這個雨勢會非常的驚人 但是講到這裡 這個基本上 我們知道南部是有些大雨 有些積水的狀況 那明天 到底這個海葵 對於北部的影響多少 我們還不知道 可是可以非常確定這件事情 在美國 剛才我們主持人談到的 就是這個颶風叫做 西加利亞 好一個I字頭的 你只要聽到I字頭的 都很非常可怕 那這颶風呢 號稱是這 125年來最強大的一個颶風 那這個颶風呢 會從這個塔巴灣跟這個 墨西哥灣直衝 整個佛羅里達 一直到北卡納那州 全都是它所籠罩的一個範圍 據了解這颶風才剛剛登陸到 這個墨西哥灣 已經造成兩個司機死亡 跟46萬戶人家 直接停電 那你知道這次颶風 為什麼那麼可怕 這個颶風為什麼可怕呢 因為它正好遇到一個問題 它除了強風之外 它有個叫暴潮 什麼叫暴潮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正好是 這個農曆的15號 這個月亮是離地球最近的時候 那我們在這個美國稱之為 超級藍月 也就是說這月亮是藍色的 又是滿月 所以太陽跟月亮在同一個方向 會把整個潮水拉起來 你知道最高浪高可以多少嗎 浪高可以到15尺 15尺大概差不多就是8公尺高 那這個直接就是 趁著這個土水拉高完之後 直接衝到內陸 那你要說為什麼這次的 這個伊利亞為什麼那麼強呢 好 這又是氣候變遷的問題 因為現在墨西哥灣是創下歷史來 最熱的這個海灣的溫度 然後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來的時候 從海底吸足了熱量 這熱量轉成風力 風力就轉成了這個更強大的暴風 然後直接橫掃整個 我們說的墨西哥灣 狀況非常嚴重 各個州長都說一句話 緊急撤離 不是叫你在家裡面 是叫你緊急撤離 為什麼這颱風來得非常可怕 而且你要說這次的颱風來之前 是有徵兆的 你看這朵雲 哇 是不是像是什麼 火燒啊 你看到沒有 你看這個 這個真的像火焰燒整片的 真的很可怕的一個火焰 這個簡直就像火災的現場 這個是颱風來襲前的天空 對 沒錯 這颱風前來的天空 所以大家就知道 這是一個不好的徵兆 但是你知道嗎 最可怕的應該是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呢 這畫面是海上直接吹起了 所謂的水龍捲風 那你知道嗎 其實已經有警告你 離海邊遠一點點了 可是你知道這種天氣 不到海邊走怎麼行呢 所以還是很多人 就你看到這個 很多藍色的帳篷 他們在海上活動 直接看到衝著 衝著 這個龍捲風直接扑上去 有沒有 你看人都被吹走 你看到整個藍色的帳篷 太誇張了 這個風太強了 好了 當然事實上 因為我們剛才講 這次有所謂的 超級藍越的關係 有暴潮 所以這個超強的洪水 來看這畫面 這洪水直撲 直撲到市區 這一二樓根本不保了 這個是極為恐怖的一次暴潮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水 已經拍打上岸了 上岸之後呢 路上走的 開車的 住在家裡的 如何的不安啊 好 我們來看這畫面 這20分鐘的變化 真的是人生最大的變化 這棟房子呢 原本應該是可以完整的 看到這個房子的存在 接著這個暴潮一來之後 你有看到這房子嗎 對不起 你看那個拍打的地方 它原本是一個白色的 大概差不多15公尺的一個 長建築物 現在就變這樣 變一個棚子了 我現在看到左邊的 有一個板子 那個其實是屋頂 整個下面的建築窗戶 都看不見了 這原始的畫面 原始就是這個房子 然後呢 這水慢慢的起來 慢慢起來之後 接著它的房子就破裂 20分鐘之內 20分鐘之內 直接滅頂 直接滅頂 好 那這個 當然人已經撤離了 是還好啊 但是這部車的駕駛 恐怕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看到沒有 這部車直接被風吹起來 就像玩具一樣 在高空中 360度轉 直接撞擊到別的房子 別的車子 車子也好幾頓重耶 對 所以 真的太誇張了 那我們知道 那你說這小車被撞 還是一回事 那卡車總是 比較重 比較穩吧 對不起 看到沒有 這個卡車直接被風吹起來 撞擊到另外的卡車 就像玩具一樣 就知道這個颶風 有多麼可怕 好了 當然 這個不容信免 就是麥當勞的砍棒 我們知道麥當勞的砍棒 都特別高 看到沒有 真的懷疑這麥當勞的砍棒 是不是已經倒下去了 在風雨中 它特別的脆弱 好的 當然了 你說這個 都沒有造成什麼大的影響 但是以下的畫面 叫做水火在一起嗎 這棟建築物 它已經被水淹了 但是看到沒有 火災 直接在水裡面冒出火 這個瓶框就是水生火熱 最好的寫照啊 真的 這個可能就是因為 它的瓦斯爐可能沒有關到水去 觸電之後 產生火災 這個 它的房子你看到是整個房子起火 不是只有左邊 是整個房子起火 下面淹水上面起火 我天啊 這個颶風也太誇張了 傑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這一次的世紀颶風拍打上岸 摧枯拉朽 你剛剛講到是因為海水升溫 對 越來越極端 越來越酷熱的天氣 專家警告 當心晴空亂流的機率 越來越高 話才講完 事情就發生了 對 這個是如果你在這個班機上面 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尖叫 你除了尖叫之外 你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你看看 聽一下他們尖叫聲 還有這飛機晃動的狀況 這簡直是事蹟災難喔 這架飛機好好的飛著怎麼了嗎 原來他們是要去西班牙一個島 叫做阿里坎特島 阿里坎特 正好也是遭到極端天氣的變化 是的 他準備要接近阿里坎特的時候 一股120公里的風 直接啪一聲吹到這個飛機 飛機又極力的晃動 那不是就等於撞上了一堵牆 那會距離耶 那你知道最後結果是什麼 怎麼了 趕快回去 回到它的原始的起飛島嶼 但是那個驚叫聲 在裡面造成極大的恐慌 但幸好沒事喔 可是這一艘郵輪的狀況 就不太妙了喔 因為我們知道西班牙現在是屬於 就是夏天最美好的時候 很多度假勝地呢 都充滿的人喔 那這個是在西班牙 住民一個度假勝地的 叫馬略卡島 那這艘郵輪 你們看這個纜線 直接斷掉有沒有 哇 眼珍珍的纜線很粗 不是嗎 這上面可是做了 將近千人以上的英國旅客喔 這是非常超級郵輪 那是非常豪華 你看大概樓高大概 差不多也有快十層喔 那麼滿滿都是人 這多強的風 可以把那個線給扯斷了 扯斷了 而且之後它偏離完之後 撞到隔壁的貨船 那你知道有人就直接看到 那樣的畫面 他說真的是太誇張了 水管跟線路在那個 它的船上直接晃來晃去 然後直接偏離 那現在的狀況是說 這艘船呢 目前為止呢 好 你就這是現在的畫面 真的是在船上的那個甲板上 對 沒錯 你看到上面的所有沙灘椅啊 什麼全部都被吹起來 那更不用說路岸 路邊早就是風雨 非常的劇烈 這時候趕快躲進裡面 再還得了 可是你注意那畫面喔 船旁邊的波濤是非常洶湧的 非常洶湧的 所以西班牙也經歷了 最近的這種極端氣候 所以我們特別要聚焦在南歐 為什麼 極端天氣之下 要嘛野火燒不完 要嘛就是這樣的一個鬼切之風 已經到了人畜同卑的地步了 對 我們說通常就是災難 都想到人類喔 但是沒想到災難是一群山羊 我們知道意大利呢 突然之間就是暴雨 好 那從今年4月份開始喔 其實意大利的這個天氣 一直都不穩定 好 那這次暴雨直接吹到 就北部的這個山區喔 你看到這畫面非常精熟 對對對 你坐 你看到的是 那個椅子是什麼 一群山羊躲在橋蹲下 他們沒有地方逃了 這時候只好出動所謂的直升飛機 然後直升飛機載人 然後人把這個山羊 一隻一隻的把它帶走 它吊掛的是山羊耶 幸好吊走 因為再過幾分鐘 這個水就被淹掉了 這極端氣候太可怕了 不是只有人啊 連山羊都遭殃 所以極端天氣在清洗全世界 美國才剛剛送走了艾達颶風 又一個颶風 尼克拉斯沿著德州的墨西哥灣登陸了 這是極不尋常的一年 今年不但創下了史上最熱的月份 也出現了匪夷所思的意象 您能不能想像 赤道國家居然下雪了 這個要怎麼解釋呢 連湛藍的戲湖一戲 變成了一座血湖 老天爺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就這樣 首先我先帶大家去看 在約旦附近死海東岸的一個戲湖 因為當地的民眾認為 這是一個上帝給的警告 來 你會看到 到底當地民眾在緊張什麼呢 原來就是死海這個東邊的戲湖 其實約旦那邊有好多戲湖 這其中一個 但是他本來的顏色應該是藍色 但是他現在是在一戲之間 變成了血紅色 這就發生在前幾天 本來應該這個顏色 那後來變成剛剛血紅色 我想任誰看了都不舒服 你看那個顏色的對比 然後他們就覺得 這是上帝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當地的民眾 他們是相當信仰上帝的 那剛好就這麼巧 為何他們會說這是一種事情 因為其實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 當初摩西他帶猶太人出埃及 上帝不是也給了十個災難嗎 這十個災難其中有一個 就包括說要讓埃及的尼羅河 水變成血水 好讓埃及人都沒有水可喝 魚會死光 還記得嗎 對不對 那當時他們就發現 其實希伯來聖經也記載著 就說在約旦那附近 會有兩個城市 也會被上帝給毀滅 這兩個城市你知道就這麼巧 就是剛好剛剛你所看到那個 在死海東邊西湖變紅色的 那個位置 同一個位置 對 那你把剛剛我講的 一個是舊約聖經講的 水 河水變紅色 再講到希伯來聖經講的 上帝會毀壞兩個城市 那你這麼巧 所以當然他們會覺得好恐怖 果然地球這真的出現了很多 今年很無法解釋的一些 天災人禍或者是極端氣候 好 來 首先帶大家看的是美國 在美國它的這個加州呢 你會發現 在這個野火是燒的 讓大家覺得 已經到高速公路了耶 我們再看一次 好 這個加州的野火燒的地點 我首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在洛杉磯郡 但是燒著燒著 竟然只燒一天 就把它的五號洲際公路 燒到那個車子無法通行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那個車子一點點跟螞蟻一樣 小那個農煙多巨大 我告訴你 其實八月加州不就燒過野火了嗎 對啊 但是燒到現在 你會說怎麼還在燒 這不是上次那個 這是另外一個 反正美國現在野火就是 野火燒不盡 一直遍地都在燒 好 那這個野火呢 它燒的面積高達1.84平方公里 而且呢 逼得必須當地交警 把洲際公路的某幾個車道封起來 說你不要開過來 因為開過來你會火燒車 好 鏡頭一樣是在美國巨像 我帶大家去看 德州跟路易斯安娜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州很倒楣 我為什麼說他們是 極端氣候的受害者 他們是明天過後的受害者 因為剛剛才走了一個 艾達颶風 它馬上還沒喘息 又要來一個可能的颶風 墨西哥玩水岸第一排 逼得路易斯安娜州長 跟德州州長都說 我們真是烏肉偏鵬連夜雨 才送走一個艾達 馬上還要迎來一個 這頻率之高高到讓人被擠發涼 各位知道嗎 我現在公布一個數據 你知道根據他們的氣象公布 其實美國一直要到11月中旬 最多十幾個颶風 各位 現在才9月 你知道它幾個了嗎 幾個 14個 怎麼會這麼暴風式的增長 那這不是明天過後 之前所電影拍攝到的 當你發現氣候已經開始 到處有野火 高溫燒起來 然後可能又颶風頻率開始增加 你就要小心接下來會出現的氣候意象 所以你就講到說 這個水深火熱用來形容現在的美國 再恰當不過 你要老百姓怎麼辦 我家好端端在這野火燒過來 我一把火讓它燒了嗎 對 美國有一群老百姓 真會跟你說它是水深火熱 你知道嗎 根據他們美國的統計 有一種人 才在極端氣候之下形成 叫做氣候難民 這種人是怎麼形成的呢 比方說畫面中這位攝影師 他就告訴你 我是怎麼變成氣候難民的 他本來住在加州北端 那後來8月不是加州北端 在野火燒不盡嗎 所以他就乾脆遠離家園 然後去花了100多萬買了一台 美國校車都黃色的 他就買一輛 然後改裝 改裝成裡面有廁所 可以淋浴還有洗衣機 還有客廳還有臥房 他就睡在車上 他就跟他的女伴睡在車上 其實原格來講 不叫睡在車上 嚴格來講叫做 開著車逃難 就像你這樣懂他的無奈了吧 他說我本來住在加州北部啊 可是現在野火 動不動就把我家可能會毀壞 我以後不要有家了 我以後不要落地生根 我直接就花100多萬 然後把這個車 改造成逃難式的行動房子 一座不明其妙 從湛藍變血紅色的湖 一個水深火熱的美麗間 老天爺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還有更多更多的暗喻跟隱喻 在非常難以用科學去解釋的 天后意向 我們都是會講有人覺得上天是景 各位這個國家叫做科麥龍 它位於非洲西端靠近幾內亞灣 大家都知道科麥龍就是一個赤道國家 那你現在看它在幹嘛 我告訴你它不是降雨喔 降雪耶 你有沒有看錯啊 沒有看錯 赤道下雪了 對 這段畫面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出來 就是讓大家看 怎麼赤道地區會降雪 你要知道根據一般的氣候專家 他們的認定 氣候赤道地區是不會有水的 除非高海拔的高山 吉利馬沙羅山啊 這些等等 那現在這個又不是高山 那你科麥龍 你現在在降什麼雪 所以一堆人跑去那邊拍照 因為他們都說 我這輩子沒有看過 沒看過 那我告訴你 會有另外一個國家跳出來 跟科麥龍人講 我出現的比你還詭異 哪裡啊 智利 因為智利這個地方叫做 阿塔加馬沙漠 它距離它的首都聖地牙哥 有1200公里 是一個鳥不生蛋 不毛地帶 但是它現在突然成為了 觀光客大量流入的地方 他們要去看什麼呢 那不就是個沙漠嗎 他們要去看這個沙漠 本來它是全世界地表 最乾燥的地方 現在卻降雪了 全世界最乾的地方 乾極 降雪了 對 好 剛剛你看到的科麥龍 那個降雪幾公分 5公分 這個降雪幾公分 那可能一兩公分 因為畢竟人家沙漠 你不要要求太嚴格 不 15公分 這麼乾的地方 你至少要有水氣吧 你才可以凝結成雪 下來啊 我告訴你 根據他們當地的記載 阿塔加馬沙漠 500年來只降過兩次雨 一次在2015 一次在2017 而你現在看到的是雪 好 那我再帶大家去看 阿塔加馬沙漠 還有一個你也沒看過的異象 還有異象 同一片沙漠 對 同一片沙漠 大家看喔 好 就是怎麼一個沙漠也好 下雪也好 突然就變成這樣 像綠洲 繽紛的花海 你不是說它很乾嗎 完全不舒服我們花冬 這怎麼回事啊 這當然不是同一天 同一年行程 這是我把過去發生的事情 給大家看 2017年的畫面 但我要給大家看的是 同一個沙漠地區 你可以一下乾 一下水 一下雪 一下花海遍布 不過這是有科學解釋的 這個叫一個 喚醒機制 什麼意思呢 其實那些種子 花的種子 本來就睡覺嗎 它本來就躲在那個地表底下 是 沒水 沒水我就躲起來 有水 有水我就趕快趁現在開花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叫 喚醒機制 是不是天像 我們講的天有意下像的奇景呢 另外我再大家去看就是說 這個是生物學家 他比較在意的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是 天有意下 然後你看到奇景 可是生物學家 真正擔心的是 這個地方本來是 常年不下水的 不下雨的 沒有水 所以它會適合 某種紋生物 在他們尤其乾燥的核心地帶 適合它生長 也就適應下來 因為它就越乾越好 因為這種微生物 它就是不希望有水來妨礙它 所以 結果你現在突然降這個大雪 還15公分後 生物學家說 這些微生物 會因此滲透壓過高而滅絕 所以他們認為 這也可能會是一種生態危機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 沙漠下雪了 當我們看到了 赤道國家下雪了 這個不是看熱鬧而已 我們總是在想 能夠為這個地球 多做一點什麼吧 不要以為別的國家 發生了一個極端氣候 你認為沒影響 其實它就是 氣候的危機 跟生態的危機 這就是我根據先生要表達的 所以有人要來拯救危機 誰呢 瑞士 我帶他去看瑞士 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因為瑞士 我們知道他們有很多的冰川 他們可能有很多的雪地 結果你看看這些 美不生收 都快要融化了 所以這時候瑞士人 就想了一個方法 有點土 但還真有效 就給他蓋棉被 給雪地蓋棉被 蓋棉被 他就載不到陽光 他就不會融化了 這哪個門子 這在幹嘛呢 我跟各位講 他們呢 我這邊先講他們蓋的方法 就是他把那個叫 陽光反射罩 或者叫人工防護罩 然後直接給他蓋上去 而且他光今年就 蓋了三萬平方公尺 目前總共蓋了十萬平方公尺 相當於十四個足球場大 你會說這樣鋪 有一點點像 餘工宜山的精神 可是這樣蓋到哪一年 真有效啊 我跟各位講 他這樣蓋下去 竟然可以阻止了 百分之七十的雪地融化速度 但是追根究底是什麼 全球暖化 暖化是什麼 二氧化碳 我們能耐它核啊 好 但是呢 二氧化碳導致了地球的溫室效應 結果有一個國家 就提出了一個方法 你聽 乍聽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用了什麼方法呢 他說二氧化碳如果這麼多 我把它吸起來 我把它吸起來 好 那他就真的吸 你吸了二氧化碳幹嘛 他利用這樣的一個 八個傳用大貨櫃製造的大型風扇 然後就開始吸空氣 吸空氣就會吸到二氧化碳 然後他再把這個二氧化碳 拿去過濾 拿去加熱 有人說加熱 加熱就不環保了 他說沒有 我是用地熱加熱 我很環保 好 他就加熱了 加熱之後呢 他就把二氧化碳 從空氣吸進來的空氣 濃縮提煉出來 你到底要幹嘛 他說 我會把這個二氧化碳 去跟水結合 變成蘇打水 然後再注入我們的地表 之下 他們的地表是玄武岩層 注入之後剛好形成 固態碳酸鹽礦物 你到底要幹嘛呢 挪威兄 你要幹嘛 他說 這樣我不就等於 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捕捉起來減少了 然後把它關到地底下 然後變成了 你看剛剛那個一小塊 一小塊的結晶 那就是我說的 固態碳酸鹽礦物 白話講 他把二氧化碳變石頭 白話講就是 他也是發揮了 愚工宜山的精神 我能吸多少 我就吸多少二氧化碳 吸了之後用環保的方式 用地表加熱的方式 把它注入到地底下 把它藏起來 那地底球上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不就越來越少了嗎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